是病毒的解药 注入血清过后 感染病毒的女孩好转了许多 可没过几天 女孩再次发病 彻底变成了丧尸 为了研制出更纯净的解药 免疫者会被运往地球上 仅存的一座城市 与此同时 尼诺的同伴们也展开了救援行动 但想要逼停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见小帅爬上车顶 文森负责控制车速 等固定好汽车后 小帅轻松跳上火车 可这时汽车前轮爆胎 文森差点没被摔死 眼看前方的钩子就快支撑不住 文森蓄力一跳 及时抓住了火车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 后方又出现了一架全副武装的飞机 好在危机关头 布兰达父女俩成功将飞机制开 小帅他们才得以爬上了车顶 可还没走两步 又被前方的士兵挡住了去路 危机关头 文森果断引爆炸弹 成功将后方的车厢与火车分离 等确认好免疫者所在的车厢后 文森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他们的车被逼停在了山脚之下 士兵打算活捉他们 可妇女俩却丝毫不慌 原来他们早已布置好了陷阱 然后再配合埋伏在附近的队友 轻松将飞机拿下 随后豪哥利用飞机上的铁钩 直接将整节车厢吊起 士兵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 可打开车厢后才发现 米诺并不在其中 只有阿里斯和其他免疫者 这让小帅有些失望 等港口的废弃邮轮修好后 文森就会带着所有人离开这里 去寻找新的家园 可对于小帅来说 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米诺 比任何人都要重要 阿里斯告诉小帅 维肯公司的人经常提及一座城市 可丧失病毒爆发过后 世界上哪里还有城市 豪哥表示自己曾去过那里 还真有一座繁华的都市 被称之为末日堡垒 小帅想跟随火车的行进线路 带人前去营救米诺 文森表示自己也很想救出米诺 可他不能为了一个人 再搭上更多人的性命 就在这时 无线店里传来了一阵轰鸣声 豪哥见状迅速拉下电闸 走出来一看 发现是维肯公司在搜寻他们的下落 小帅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他只好同意了文森的撤离计划 可等众人熟睡过后 小帅又打算独自去营救米诺 没想到纽特和小黑早已等候多时 三人一同踏上了营救米诺的冒险之旅 他们根据地图上的指示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隧道前 这不用多想 隧道里肯定有丧失 但这也是前往末日堡垒的必经之路 几人只好硬着头皮进入隧道 没走多远 一只丧尸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紧接着一大群丧尸将车子包围 小黑剑撞一脚踩下油门 在隧道里横冲直撞 慌乱之下 车子不小心撞上障碍物 直接翻了个底朝天 好在三人并无大碍 他们一边跟丧尸拼命 一边朝着出口狂奔 无奈前方又出现了一群丧尸 几人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而且弹药也用光了 就在三人心急如焚之际 布兰达妇女及时赶到 成功将三人救下 没过多久 他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末日堡垒 城内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墙外则是破败不堪的废墟 小帅一行人混在人群之中 打算寻找进城的机会 这时小帅脖子上的标记 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詹森得知消息后 立即启动城墙上的武器 开始对着人群疯狂扫射 小帅一行人在逃跑途中 突然被当地的反抗军带走 穿过破败的平民区 几人被带到了一处隐秘的据点 可万万没想到 反抗军的队长竟然是盖里 盖里告诉两人 当初他们离开迷宫之后 自己被反抗军救了回来 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男人 正是反抗军的首领 他只能依靠血清勉强苟活 听到几人想要闯入城内 男人表示自己可以送他们进城 等是城之后 要帮他带回一些血清作为报酬 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盖里带着他们穿过地下通道 成功溜进了城内 然而穿过城墙只是第一关 如何接近实验部才是难题 几人趁着宵尽时间 悄悄爬上了城墙顶部 然后利用望远镜观察实验部的情况 小帅发现办公室里的女人 正是曾经背叛过他们的丽莎 盖里告诉小帅 要想混进实验部 就必须从丽莎身上入手 小帅念及旧情 迟迟不肯对丽莎下手 这让纽特很是不爽 可就在这时 她的手突然疼痛起来 小帅意识到了不对劲 结果发现纽特感染了病毒 而丽莎这边的疫苗研究 也迟迟得不到进展 艾娃博士开始绝望 因为丧尸病毒正在通过空气传播 过不了多久 城里的人也会被感染 到时候人类可就彻底完蛋了 趁丽莎下班回家之际 小帅故意在她眼前晃悠 然后把她引到地下车库 直接将她绑回了反抗军据点 从丽莎的口中得知 除了米诺以外 实验部还关押着28个免疫孩子 可丽莎告诉小帅 他们一旦靠近实验部 脖子上的标记会被识别出来 小帅索性让她帮忙摘除标记 然后伪装成实验部的警卫 成功混进了大楼 再配合黑客里应外合 入侵了大楼的安保系统 干掉几名看守过后 他们成功救出了28名免疫者 代理负责带孩子们离开 三人则前去营救米诺 然而刚到门口 却被詹森拦住了去路 关键时刻 丽莎直接将两人推进了房间内 然后锁住大门 给两人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 随后她带着沾有小帅血迹的不快 来到了一间实验室 经过血清调试后发现 小帅的血液 竟然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解药 小帅这边也成功救出了米诺 无奈已经淡尽两绝 三人只好躲进房间 将自己反锁在了里面 房门很快就会被切开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两人索性抬起氧气管砸碎玻璃 房门被打开的同时 三人纵身一跃 直接跳进了楼底的水池里 看楼上一脸不甘的詹森 小帅得意地竖起了终止 可刚一上岸又被警卫包围 好在盖里及时出手救下了三人 布兰达这边将那群孩子 带上了一辆公交车上 本想等大家一起会合 无奈被警卫发现 布兰达只好发动汽车 先带孩子们撤离 在一阵惊心动魄地追逐过后 他们被士兵前后夹击 布兰达不慌不忙地走到车前 直接发射手中的信号弹 小黑看到信号后 利用城墙上的吊车 勾住了公交车上的保险杆 小黑迅速启动开关 车子瞬间被拉起 可由于车身太重 保险杆即将断裂 幸好小黑反应及时 他在绳子断裂的同时 成功将车子吊出了墙外 可当他们赶回反抗军据点后 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反抗军首领正在动员所有墙外居民 准备向末日堡垒发起总攻 在一阵惊心动魄的演讲过后 首领站在装满汽油的车上 直奔城墙而去 他只想为城墙外的平民争一口气 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所有难民纷纷涌入城内 与士兵们打成了一片 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 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与此同时 文森和豪哥开着飞机来接他们 可就在众人准备撤离之急 纽特的身体开始恶化 他很快就会变成丧尸 目前唯一的办法 就是返回实验室拿到血清 小帅则留下来照顾纽特 这时广播里传来了丽萨的声音 他告诉小帅 实验室里的血清药效非常短暂 只有小帅自己的血清 才有机会救活纽特 布兰达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为时已晚 纽特已经失去了理智 开始疯狂攻击小帅 最后纽特凭借仅剩的一点人形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帅看着死去的纽特 内心的愤怒彻底爆发 他捡起地上的手枪冲回了实验室 没想到博士正在大厅里等着他 博士清楚小帅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 这次他没有强迫小帅 而是让他自己做出选择 结果一声枪响 博士死在了詹森手里 小帅也被注射了麻醉剂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詹森威胁着丽萨调试血清 原来詹森的目的是想控制解药 从而统治整座城市 而且他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正准备给自己注射解药 不曾想被丽萨一把放倒在地 丽萨赶紧给小帅松绑 可詹森很快又醒了过来 在抢夺解药的过程中 小帅差点命丧当场 这是一颗炮弹击中大楼 詹森瞬间被掀翻在地 两人趁机开溜 为了掩护丽萨 小帅不幸中担 丽萨剑已经无路可逃 只好拿起血清分散詹森的注意力 小帅则捡起工具 直接朝詹森扔去 他还傻乎乎地以为小帅失手了 然而身后裂开的玻璃 才是小帅的目标 詹森最终被丧尸咬死 丽萨搀扶着小帅跑上了天台 此时天台已经被大火包围 附近的大楼正在迅速塌陷 丽萨将手中的解药交给了小帅 两人在大火中拥抱着